嗨 大家好 我是沛云 每个人听觉喜好不一样 所以对温暖的音色 定义也就会不一样 那有几个执行的关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个就是关于吹嘴盘的位置 我们吹嘴的位置呢 大概是下面下唇会比较多 然后上面会比较少 那到底要多少呢 其实你可以让你的乐器透着那个光线看 然后珠片跟吹嘴交接之处 这个地方 这个点就是你下唇可以放的位置 所以大概会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上面就会比较少 那如果含太少的话呢 含在这里 这个尖端的时候 你声音就会变成这样 声音就会整个扁调 它没有办法震动 然后如果你含太多的话 整个变成这样子了 那声音就变成这样 这样的声音是整个扇调不集中的音色 而且含太多也容易产生Squeaking 会容易吹到范围去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有正确 集中 而且不咬紧的嘴型 我们在演奏上面我们的嘴型是四 我们嘴巴四周的肌肉都要往中间靠近 就很像我们吹口哨一样 那你吹口哨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舌根就是会抬高 那舌根抬高其实在跟我们演奏时候的状态其实是一样的 舌头位置是高的 这样才会有比较集中的音色 然后还有在就是你的乐器的重心要往上 靠上尺这样 然后下唇保持放松 就不要对竹片有过多的压力 然后嘴巴口腔内静就是要集中 就像我刚刚说吹口哨或者下面的嘴型 这样子里面才能让气柱集中 而不是一个散掉太开的状态 然后喉咙部分你就是真要打开 空间你要够很像打呵欠一样这样 这样子 那最后再就是我们肚子的这个支撑 这个气的支撑这是我们能量的来源 然后再来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选用适当的黄片 你过薄的竹片容易产生尖锐的声音 或者扁掉的声音 甚至可能因为竹片跟吹嘴中间的缝隙过小 而导致气流没有办法进去 这样子就会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来 然后太厚的竹片呢 就会容易产生不干净的银色 扎音啊气声啊 或者是音嘴容易偏高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 不是一定要厚的竹片才能产生温暖的声音 而是你要找到能够正常震动 而且不要有杂音 气音的竹片 然后再依据这样健康的竹片去找到 你想要的音色喔 其实这些就是实际操作时候要注意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是要训练自己的耳朵 你先建立一个什么是叫做温暖的音色的听觉标准 所以你们可以多听听大师的录音 每个人的音色都不一样 就跟我们讲话一样 讲话的声音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先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声音 你再去揣摩 你的声音就会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好 我现在示范一小段就是 Maszewski的Time pieces的第四乐章的前面solo的片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